氣象局早上發出本年度第一個暴雨警告訊號 暴雨下,本澳多處地區都出現水浸情況 教育局宣布幼兒小學和教青局宣布幼兒小學和中學 各個教育階段上午暫停上課 各個校內考試就順言 林嶺嶺報導 暴雨警告訊號下,紅街市、新馬路、內港一帶多處地區都出現水浸情況 有市民自行疏通渠道 有行人捲起庫腳 垃圾、車輛、零件等都在水面漂浮 清潔公司亦都加派人手清理市面的垃圾 高市一帶的水更加浸上行人路 行人車輛都涉水而行 由於暴雨關係,新橋這一帶亦都曾經出現水浸 商舖亦都加緊清理店舖內的積水 哎呀,浸得不得理呀! 誒,好厲害呀! 誒,製造幾條大硬旗 浸這裡有五公分數 有些膠水濕了,一些磁箱那些 製造好溝渠的那些 有店舖內的積水曾經浸至幾呎高 職員出動水泵抽酒店內的積水 亦都有店舖加裝摘板 由於水浸的關係,拍在路邊的電單車 都被水沖到躺在馬路上 澳門電視台機者,林靚靚報導